我俩相处三年了 在大学里的时候相处得挺好的 可是现在工作一年多了 我们俩的矛盾越来越多 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 我俩都说不到一块去 一点小事也会产生矛盾 感觉不知道还适不适合再走下去了 我就是什么事情都喜欢有计划的去做 但是他就做什么事情都太随意了 这点我就非常不能理解 把事情都计划好 按计划有条不紊的去做 难道不好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飞来自河北 23岁职员 女嘉宾小赵来自河北 24岁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老师好 谈恋爱多久了 在一起三年了 三年了 对 哦 谁要来 嗯 是我要来的 干啥啊 嗯 最近我俩就是有点矛盾吧 哦 然后你朋友有点想跟我闹分手 不想到一起去了 你来晚留的是吧 对 怎么了 谈了三年发现不合适了 嗯 他毛病太多了 都学什么毛病啊 嗯 他特别就是喜欢喝酒 每次吧 基本上每天都要喝 每顿他都要喝 就是他自己喝酒还不算吗 他要让我陪他喝 如果我不陪他喝呢 他就特别不高兴 我感觉就跟你喜欢喝饮料一样 你喜欢饮料的味道 我喜欢酒的味道 但是每次呢 我也不多喝 每回我也没有因为酒务事啊 我问问啊 白酒啤酒啊 嗯 有时候是白的 有时候是啤的 嗯 每顿都喝是吧 嗯 基本吧 也不是 也不是每顿 早上喝酒吧 不喝 中午喝 晚上喝 晚上有时候喝 嗯 是有时候还是天天喝 嗯 就基本上算是每天 啊 每天都喝 喝多少啊 一顿 提酒也就是 一瓶两瓶的 白酒也就是一杯吧 这就多大的杯啊 一斤 就二两杯 二两杯 好 嗯 你不喝酒的时候难受吗 也不难受 我就是习惯喝酒嘛 能戒吗 戒 戒到肯定是 也能戒 他 他不能戒根本就 因为我不跟他喝酒 然后后来他就不怎么跟我吃饭了 就经常会去跟朋友一块去吃饭 主要这个吧 你看 有时候我朋友来找我了 然后我跟人家去吃饭 也是在情理之中嘛 然后我也叫你去了呀 你也没去呀没回呀 那我那次是特别生气啊 那次我们在电影院都已经订好票了 然后他说他的朋友要来 我们都已经订好票 他去取票 后来票都没取 他直接把票就退了 然后他再告诉我 他朋友来了 他要跟他朋友出去 然后让我自己回家 上回是我发小吗 我发小我们多少年没见了 十几年没见了 从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 我不跟你说过情况吗 然后他就去云南了 他家他爸在云南工作 整个家都搬到云南了 十几年才回来 正好就给我打电话 你说发小那么远来找我 那么长时间没见面 我总不能 就是撂下他 咱俩看电影去吧 可是那个电影 我真的特别想看 然后他也没有送我回家 就是让我自己回去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 我感觉就真的可能会把你 往后边稍微放一下 就是把朋友放在线上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的介意吧 那不仅是你的朋友呀 有的时候我的朋友 感觉你对他们都要对比我好 咱们不是去那个 我去北京你去接我 然后我朋友跟我一起 结果后来我们从那个楼梯口 下去的时候 我跟我朋友都拎着箱子 他就直接提起我朋友的箱子 就走了 我还在楼梯上呢 我也有箱子 他就没有帮我提 他拎着一个大箱子 你拎着个小箱子 我都感觉先把他箱子 接过来比较礼貌嘛 哪有时候不帮女朋友提箱子 然后帮女朋友闺蜜提箱子 那会让我闺蜜觉得 你对他有意思呀 不会他难道不会那样想吗 那你说我 我感觉有时候你 也真的是在我朋友面前 挺不给我面子 挺不实大体的 就是上次嘛 嗯 就说咱们聚会吧 然后十几个人 二十几道菜那个 我自己把菜都做了 我炒菜 我刷碗 你干啥了 你啥都没干 我进厨房洗菜了吗 不是 洗菜 我跟房东出去聊会天 那么点时间 你就洗完了 菜梗子上还有泥呢 那就是洗菜 那我要是洗不干净 你就重新再洗一遍 那就完了吗 是啊 不重新洗 咋吃啊 主要我是这样想的 我不是嫌弃你不会做饭 也不是嫌弃你就是不做家 我只是想着在我朋友面前 你起码你跟我在厨房里边 就咱俩一起忙活 给他一种你挺贤惠的这种感觉 我希望把你塑造这么个形象 是这么想的 那我还想给他塑造那种 就是他特别疼女朋友 然后自己在厨房 做饭还特别好吃的那种 好男人的形象 你们俩都是塑造派的 结果谁能不能完成 这就算打平手 就是我哥们来了 你要在哥们面前表现的 特别的贤惠 对吧 只是表现是吧 就行了是吧 对 我只是想表现一下就行了 不要求他真的那么勤快 对 不要求 平常是不是这个 他不太干家务啊 小宝 对 我不太喜欢就是刷碗和炒菜 那你喜欢干嘛呀 打扫房子我还是可以 那还行 那还行 还有就是每回咱出去的话 我都习惯就是 提前把火车票订好 然后提前半个多小时到火车站 然后把住的地方 还有去哪玩 包括门票时间都规划一下 但是他呢就比较喜欢 随雨而安 到时到了那个地方 再临时再找 这样我们就经常就是 有一些赶不上时间 赶不上火车的情况出现 那我不是觉得 你看你都出去玩了 当然要放松 放松你还天天赶那个点 没事火急火燎的 这个时间逛那个景点 那个时间逛这个景点 你就恨不得连去景点吃什么 你都谋划好了 那你倒去了之后 什么惊喜也没有了 上回我听你的 咱没做计划对吧 有地住吗 再往吧待一宿 多累啊 第二天还怎么玩啊 那你每次都不给我拍照 对啊 我们一起出去玩 就是旅游嘛 总得要拍照照片 发光友圈 秀文爱什么的 完了我姿势都在那摆好了 等半天了 然后他也不给我拍 就扭扭捏捏捏的 说什么 人多啦 或者是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长得丑 还是什么原因嘛 反正就不给我拍 然后回去了之后 那个朋友跟我说 你们去哪玩了吧 那个有照片吗 我看一下 我都没办法给人家拿呀 没有我俩的合照 然后也没给我拍 主要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出去玩的话 你想现在 基本上谁出去玩 都会照照片 发个微信里 发朋友圈 发个九宫格 我都感觉特别的没意思 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了 你看到那儿好 你就喀啪拍张照片 然后你就换地方了 换景点了 我感觉还不如自己 就是旅游嘛 就是身心投入进去嘛 投入大自然嘛 咱就去多看 然后照片的话 你要朋友非跟你一样 网上也有的是照片 比咱拍的也好啊 那网上照片 能跟你自己拍的一样吗 那网上照片 我把自己披上去 还是把你 把咱俩合照披上去 那咱俩也没有几张合照 连披都没法披 还有就是每回都 我就等你 等的时间就太长 就我俩在学校的时候 说八点到食堂 然后让我八点到那儿 给他买上饺子 然后他八点半才到那儿 饺子都驼了 还说我要早了 我七点五十就到那儿 我就开始等你 就一直等 你就等我去了再要饺子 你干嘛那么着急要饺子呀 再说女生谁出门来 还不是收拾收拾 十道是了 那你愿意看见 我每天邋遢邋遢的 跟你走在一起啊 我不是想着你怕烫吗 就早点给你要上 到时候就凉了 我还断不了 给你把饺子颠一点 就怕他拖了 但是最后还是拖了 因为时间放太长了 后来他到外边实习 离得挺远的 我们俩出去玩 我都告诉他 我准备好了 然后我都开始洗漱 然后我后来就 骑着电车 到他们学校 然后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 他就下来 我不是不能等你 就是时间真的是 有点太长了有时候 那我已经在改了吗 我后来时间不是已经缩短的 很短了 现在说了 哪个就是男孩子 不会等女孩子 更何况是女朋友 等一下又不会少块肉什么的 所以女生今天你是来干嘛的 我还挺恍惚的 我就是觉得他那俩毛运改不了 所以我就不想跟他在一块了 反正你都不想跟他在一起 你还跟他解释那些烂七八糟的事干嘛呀 我跟他说过好几次了吗 不是 还是舍不得吧 我再问问你啊 你父亲也是一直在喝酒吗 他现在戒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戒 我打算跟他差不多年龄时候戒 你父亲今年 我爸四十多了 戒酒了 为什么呀 年纪开始奔武了 就是说戒酒 就来到戒酒 然后就戒了 因为发生了什么呀 戒酒了 就是自己的一个决定吧 说戒就戒了 那你能不能为这姑娘戒酒啊 或者为你自己 主要是我 我要说戒 说戒就戒倒也可以 主要我们现在吧 我也刚开始工作 以后肯定你出去干啥的 不喝酒 总是感觉就是 还是不太好的 所以你这次想跟他分手 到底是因为什么 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你把它说出来给他听 最核心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是喝酒 一个是朋友吧 明白了 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对 因为它就是 你一会儿让老师给你分析 来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这到四十多岁才打成接酒 是吗 你看 这个不是硬性的 你觉得喝酒好是吗 耽误事吗 不耽误事 但是你现在已经耽误事了 女朋友不乐意啊 我觉得情侣之间的很多事情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听起来不算事的事 但在他们心里都是耿耿于怀 比天都大的事 一直要闹到分手的时候 可能你才会冷静下来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小事真的影响了感情 我想男生可能你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吧 你今天愿意在这儿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挽回这段感情 我相信你肯定也冷静下来 要想一想这个事 但是我是觉得 不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 在这儿做一番恳求 就真的可以挽回你们之间的当初的那份感情 事实上未来很长 即便是今天你们俩在这儿达成一致了 相互拥抱了 未来还有很多日子 你们必须面对你的喝酒 然后他的懒惰 这都是日复一日的 要在生活里积累的 不会像我们想象的 像当初四目交头一瞬间 情感一下迸发出来 或者像今天这样 感动的瞬间我们再次拥抱 又牵手回到过去的生活里 就可以解决的 日子太长了 太琐碎了 所有的时间可能会消磨 我们曾经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还是要从彼此介意的那些方面 开始修正吧 我们希望修正对方 但是我们也要修正自己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 好 谢谢周老师 白老师 我其实觉得男孩子 你有没有听懂这个女朋友 她特别介意的是什么 她特别介意的就是 她永远要做千年老二 她要在酒的后边做第二位 她要在朋友的面前做第二位 她要在你的很多很多的 特殊的自己的一些习惯 那些上面去做第二位 她永远要做第二位 你不在乎她 你说你四十多岁戒酒 您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 丈夫的健康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晚年 意味着生活 意味着幸福 这一切的东西都有保障 所以连这个东西您都不能够给予您的女朋友一个哪怕是态度上的承诺 这一看就是根本就没有去把女孩子放在你的心尖尖上 所以我觉得你到底有多爱她 我没看出来啊 就是嘴上一句话 然后这位女孩子 我觉得如果她不把你搁在第一位 咱就不要她 真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自尊的一种状态才好 好吧 谢谢二位 谢谢白老师 来 我们两个人之间感情两大问题啊 先说第一个 两个人都死要面子活受罪 什么愿意在朋友面前展现我是什么 就是妻子是那种可以跟我一起操持厨房什么什么 然后女方是我要表现出什么 她就是照顾我的老公的那样 你俩干嘛演戏呢 就你明明在家里就没那个地位 人家就根本没把你宠上天 你在她朋友面前演的宠上天有用吗 最后吃苦受累的是你自己呀 生活是过给自己看的 邪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所以不要要那些滑而不实的东西 再者说朋友的这个问题 以前我们舞台上经常会出现就说 带朋友和带女朋友是一样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就会说 如果带女朋友和自己的朋友都毫无差别的话 你还跟她交往什么呀 您这个好 不一样 还不如朋友呢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姑娘 那你还赖着她干什么呀 当然我不是说 就是劝你们分啊 我只是说给你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但是你要看到 对方 我想让她被改变什么 那我也同样要改变什么 要得到的你就得先付出 同样同理送给你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初老师 在每次谈感情的时候 不是谈付出 就是谈改变 要么就是缩取 但其实我认为 两个人之间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是花时间去研究她 去琢磨这个人 但是事实上 在感情生活当中 很少有一个人 会花很长时间 去琢磨一个人 去研究一个人 她到底想要什么 就是俗称的懂她 我有的时候在想 是女人更容易懂 还是男人更容易懂 虽然都说女人心海底针 但其实女人 要容易懂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女人本身内心 是渴望男人 要懂自己的 你别看她 老是欲擒故纵 其实都是在 一步一步地 引导男人 走入自己的内心深处 但是男人 就比较难懂 因为男人 不想让女人一眼看透 所以要故作生辰 很多男人 是特别害怕 女人看懂自己 好像显得自己 太浅薄一样 所以她喜欢那些 所谓要面子的事情 让你来配合她演出 但其实在这个 感情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 花一点时间 去好好地 去琢磨一些对方 研究一下对方 对方为什么 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方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 愁眉苦脸 对方为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 这么较真 其实如果你只要 花一点点时间研究 你往往会事半功倍 所以其实我是 建议你们俩 都好好地去想想 对方在意的是什么 这个人 他到底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就像一件艺术品 或者一道题一样 去研究它 去研究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 你能找到非常有效的途径 那么我们就是用脑子 用心在谈恋爱 而不是用情绪 在谈恋爱 在要挟对方 对吧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如果你们要觉得 图老师说的 你们琢磨不清楚 研究不清楚对方的话 你们研究一下 自己到底要什么 这个简单 我研究不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大家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嘛 男生你自己考虑吧 来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咱俩在一起 三年了 我今天站在台上 我把对你的意见说了 你把对我的意见说了 几位老师也给咱们分析了 我感觉 我愿意为你做改变 我也不要求你刷碗 也不要求你做饭 也不要求你做饭 也不要求你改变 我先改变我自己 你站哪儿别动 我朝着你走 我朝着你走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刚才说完 你站那儿别动 我一直朝着你走 女生的嘴都笑到这儿了 所以过去人家说 理性的谈恋爱是一件挺难的事 现在好多女生也好 男生也好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特简单 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有些人说要什么 我不就要一个感觉吗 这个感觉可能就是一句什么样的话 马上就被打动了 其他的东西又不考虑 请开门 你这久的问 你得真的好好考虑一下啊 你们还年轻呢 未来路还很长 蔡幼琼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 陪你疼惜有种暖意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迟疑 把我放进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终取把酒借了啊 谢谢你们请回 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爱情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只要你们幸福就好 有网友提问说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城市女孩 一直由我母亲和母亲的家人代大 去年我姨给我介绍了一个 比我小三岁的农村男孩 她也是单亲家庭 由她父亲代大 她是一个慢性格的人 而我是一个比较性格急的人 有的时候我也老挑她的毛病 可有的时候又觉得 自己像管儿子一样 我自己希望找一个 思想成熟的男人 他只是宠爱我老师的男人 我的家里人和我的闺蜜 也都看不上他 以至于我二月份的婚期 都把婚给退了 我想问问老师 这个男孩是不是适合我 其实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你在问 他到底爱不爱我一样 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你给自己已经设定了一个 未来丈夫的标准 而他显然不符合你的标准 到底该何去何从 你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 祝你幸福吧 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